我大叔为您带来的DOTOR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基辅Major的淘汰赛 败者组TNC对战星辰双方BO3第三场的决胜局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阵容 那前两场比赛双方打成了1比1平 在第三场决胜局当中呢 星辰是拿出了帕克龙骑还有虚空的三大哥 降游位拿出来的是小路加上天怒 那TNC里边拿出来的则是 马格纳斯熊战小小三个大哥位 小小是打中 然后三号位的马格纳斯和一个大哥位的熊战士 四五号位是冰龙加术士 两个无视魔免的团控 星辰这场比赛的控制主要是由大哥位来提供 降游位的主要任务是来提供一个输出 整体来看这个阵容的话 我个人感觉星辰这个阵容似乎在输出方面 好像是有点欠缺 能够看到 看得到就是比较靠谱的输出 似乎就只有这个熊蜂大加上一个天怒的大招 这个能够形成一个输出的配合和一个能够去对对方点目标完成击杀的这么一个组合 但是其他的人我现在看不到有什么特别靠谱的输出的combo 阿米尔这个地方是想要过来去抢一个对方家的赏金神符 因为自己家的那个赏金神符是被帕克给抢了 这个也拿完赏金神符以后也直接一张TV回到中路继续兑现 开局来看的话三条线现在的一个补刀情况都还是星辰那边打了三分半钟比较乐观 差距当然也不是很大 上路是虚空对马格纳斯 然后酱油位是天怒对冰龙 天怒在前期一级 现在很多的天怒会选择去加这个震荡光弹 而且是主加这个震荡光弹 这种加点方式的天怒在前期的一个对线保人能力上面其实是偏弱的 消耗能力比较一般 对于天怒这个英雄而言的话是可以考虑直接去出这个 直接去 这个地方天怒是被马格纳斯过来找机会完成了一次助攻击杀 击杀的是野怪 这样好像他被野怪给合击的时候 马格纳斯就给上了一个波 没有来得及顶着一下 那这样的话天怒这波被击杀其实是很赚的 因为他等于是浪费掉了对方马格纳斯两个技能的蓝量 而且自己没有送给对方马格纳斯的人头 虽然复活的时间比较久 但是对方损失惨重 自己复活以后一张TP直接回到上路 满状态还是可以很舒服的去继续保人 熊战士在下路配合树式去打龙骑士和这个小鹿的话 没有什么击杀能力 但是呢他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对方找到什么机会去击杀 龙骑士里边怎么加的点啊 前期还是选择加了一级的端 然后加上两级的龙骑士绳 这种加点方式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三号位龙骑的打法 利用端这个技能在前期干扰对方的补刀 然而这样的话可以去拿到一定的补刀上的优势 大叔这样看呢 现在大叔你可以安装BTTV的退职插件吗 里面有很多的表情包可以使用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我去查一下你说的这个插件可以吧 咱们这个比赛的进行当中我就先不弄了 马格纳斯这个位置要死吗 看看这一个打不死 这一个技能上的话伤害太低了 这个技能伤害上来伤害不够 那星辰那边在下路现在龙骑士的发育是相当好的 跟对方的熊战士基本上是打了一个误开的状态 还小优一点点 中路的帕克跟对方的小小队线现在也是一个小优 上路的虚空队马格纳斯也是一个小优 三条线现在都有一丁点的优势 接一起来的话降流位的经济优势也是在这个星辰这一方 现在是拿到了一千加的一个前期对线的经济领先 帕克手里现在有两个挂件加上一个瓶子 天怒这场比赛的出装看来是没有打算去做无用挂件 挂件这个道具对于天怒来说是一个完美属性的道具 如果你打的是一个降流位的天怒的话 你甚至可以出四个挂件 就四个挂件出一双鞋 然后另外一个位置你可以选择放一个大魔伴 也可以选择是放一个小魔伴 然后呢身上背包里面在背上了一组眼 阿米尔的这个走位也是十分的迷幻啊 这个地方 明明帕克那个法球打不到他 他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呢又打算是往回躲一下 结果又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呢既没有捕到那个刀 也没有能躲开这个法球 这种操作的一个失误的一个程度 令人无法理解甚至 这块熊战士有点尴尬 熊战士这边的 他的先锋盾的配件 被对方打在小鸡身上给打掉了 这里马格纳斯上来顶一下 加一个平A带走了 Borgas 看看这里虽然冲击给上去以后 虚空还在追这个马格纳斯的走位 吃魔伴 然后呢虚空一个大招照住 漂亮 照住以后直接是完成了 对于对方的马格纳斯一个击杀 而且这里是有机会 能够去杀掉对方的冰龙 这虚空没有继续追了 觉得这个冰龙暴杀 没有继续追 小小这个时候是支援刀上路 但是在没有跳刀的情况下 小小想要去抓这个虚空难度 还是稍微大了点 开局又是星辰 在三条线上拿到了一个 可以说是巨大的优势 8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领先到了2000加的一个经济 这一波是不可能完成击杀的 这个属于是浪费 完全就是浪费一波游走 浪费时间 艾米尔的这个小小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表现 可以说是比较辣眼 这边龙骑士进来 加上天怒的技能 先秒掉对方的数据 小小进来后 VT2连可以秒一个对方的天怒 天怒这边打掉以后 小维生的龙骑士 在树林里面 熊站在追着的锤 但是出来以后 还可以击杀一波对方的小小吗 小小现在在顶 被对方砍一下 接沉没 小小给上一个山崩 但是投掷的CD 差了一秒多钟的时间 这样的话 熊战士身上也没有蓝了 在追小学生的话 有点追不太上 小学生的这个走位 是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没有往上走 在这个地方绕了一下树林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大家稍等 我把窗户关上 人家门口这块 又开始晚上这帮小孩出来玩了 人都数着3比3 星辰还是拿着3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领先 而且对方这场比赛的一个马格纳斯 现在的经济是很惨 所以说完全没有打过莫奈的虚空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着团队经济的一个领先优势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有团队经济的领先优势 有装备上的一个优势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输出不够的这个问题 这块要过来去挖这波远古吗 小小现在在有授予力量的情况下 他去挖这个远古其实还是比较难挖 这个阵容比较好挖远古的是熊战士 熊战士加上这个授予力量是比较好挖的 小小挖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像冰龙应该是要再帮他再多囤一波 多囤一波 熊战士这个时候是跑到了上路 然后准备要去找对方虚空的麻烦 这个 这两个人到底是想不想杀 我怎么没看懂啊 完全没看懂这两个人到底是想不想杀 要想杀的话应该是熊战士上 就应该是马格纳斯这边一个波 然后往回顶 顶回来以后呢 再接上这个熊战士的爆发 然后顺便呢 在对方 这个这边马格纳斯要接一个大 接一个大招不让这个虚空第一时间跳出来 但是他们选择的是 直接在上路漏线 然后要过来抱团推对方的上路一塔 但是熊战士有大呀 我怎么觉得他们这个 不是过来抱团推上路一塔的这个动作这么悬呢 冰龙手里面现在已经是达到了五级 有三级的碎裂冲击和一级的冰箱 然后这个时候是五个人集体抱团来到上路 然后呢 其中有两个人是开悟的一个状态 等着对方回来支援 久久这个位置是直接破雾了 然后直接破雾走上来以后 也是没有找到什么击杀的机会 这龙骑士不会要落下来吧 五个人都在 是要应手吗 TNC这个 这个比赛打得好 好魔幻啊 这个比赛打的TNC 我甚至都不知道 TNC这边他们每一步的这个动作是要干什么 我完全没有理解 他们每一次的这个人员 就是从各条线上去 去移动到其他的线上 好像就是觉得我这个时间应该 应该去一趟 但是去了这个地方 我我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想好 反正我就先去了 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块天诺给上一套技能 让直接秒掉 这块天诺是放大了的啊 还是因为 就是刀台二的这个暂停了以后 游戏的画面bug不显示天诺的大招 刚才这个地方天诺是给大的的 龙骑士端完了以后 他一个大招定上 然后再补了其他的技能 我确实没看懂 就是刚才包括他们小小在去上路找这个虚空的时候 小小没有跳刀 对手没有先手空 感觉到好像就是 就是我的流程上面 我到了这个时间 我要去游走一波对方的这个优势路的英雄 然后浪费了一个山崩 然后又TP到下路 他TP到下路那一波是就是明显的有目的性的 但是他去上路的那一波 我没有看到他的目的是什么 反而因为他这个种无谓的游走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已经是被星辰拉开到了三前价 感觉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TNC在前十三分钟的游戏里边 是处在一个全程梦游的状态 这波是靠着马格纳斯的授予力量的 让熊战士这边拿到了这波矿的经济 拿到了这波矿然后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两边一波对开悟 马格纳斯是没有开悟 对方是星辰的这个虚空没有开悟 这个地方撞悟了 撞悟以后小小跳过来跳到第一波 然后把这个小路扔过来 但是自己的马格纳斯在中路这里被对方拍个流了 秒掉了一个小路 自己这个位置被虚空跳过来 锁个CT一个大招定住小小有伤害吗 因为好像伤害不太够 天怒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还是伤害不够 对方这个是血量太高了 熊战士冲上来以后被对方给上一个沉默 然后再不停的被对方给各种各样的控制 完全摸不到人 这个位置是双方都是一个人没有开悟 四人的一个开悟 但是呢 由于第一波的这个位置是星辰跟占便宜 所以他们交掉的是小路 击杀掉对方的是马格纳斯 不过小小在有跳刀 熊战士在有伤失以后 还是要稍微当回事一点 虚空现在已经没有大了的情况下 星辰赶紧走这个时候 卖一个小路就行了 不要去救 不要去救 走一个是一个 这个时候不要去救 不可能救得下来的 你没有任何的技能能够去 足以支撑你把这个团战给carry下来 对方现在冰龙的大招 马格纳斯的大招都没放的 而对方现在熊战士有散尸 小小有山崩 你整个阵容没有输出 没有任何跟对方打团的资本 这个肉山的话 倒是可以尝试去拼一波 然后呢 估计就送了 估计就送了 没去还行 他这拨要去了就送了 因为没团控了 没有团控的情况下 对方有一个冰龙大 有一个马格纳斯的大招 然后你这边没有任何人 没有BKB能够去第二时间进战场 打出来一个有效的团战 所以这波没上是对的 看来这熊战漂亮 这波熊战队友扔一下 投掷回来 还有一个奥法英索 这个奥法英索打中了 那次熊战这肉山盾还是焦掉了 这波刚刚拿着这个肉山盾还没误着 或者就没了 然后回来再去打两波远古 熊战这辆比赛倒是真有钱 队友帮他吞远古 吞的确实漂亮 吞了足够多的远古 熊战是自己这边项尾鞋 加上一个吸血面具 然后呢 队友给加一个兽力量 打远古的速度是很快的 虚空现在还是比较有钱的 选择出的是一个雷锤 甲腿雷锤 然后补双刀 比较标配的一个虚空 现在这个版本的出装 团队的经济从3000加的优势 已经被蚕食到了 还剩下1000块 那么对方小小这段时间的经济 也追上来了 比较惨的还是这个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这场比赛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在给自己熊战士和小小当工具人 所以他这场比赛 应该主要的任务就是 放一个好大就行了 输出的任务 应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术士 被对方两个人定一手 然后直接选择 是一个TP没走掉 又是被天怒过来 一个大招直接甩死了 还是跟刚才那个情况一样 没有显示 但是这个大招是放出来的 术士这场比赛 应该没有太多的梦想吧 估计一个魔精 身上有个绿鞋 有个魔精 或者有个秘法鞋 一个魔精应该就毕业了 他现在是一个草鞋 然后准备去出的是 威光披风 也行 先出一个威光披风 或者是 其实这场比赛 对于术士而言 他可以考虑 就先不做这个威光披风了 就直接 从现在开始攒钱 攒到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攒出来一个魔精的钱 把魔精买出来就行了 大家说为什么现在都喜欢用假眼反野 不是喜欢用假眼反野 没有用假眼反野的这个习惯 现在还都是用这个能去用真眼反 尽量是用真眼反野 莫奈就是不出BKB 虚空这个英雄这场比赛 他不着急出BKB倒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这场比赛 对方的这种小控制的数量 不是特别多 而且虚空这个英雄 如果过早的出了BKB的话 是真的一点输出都没有 他们整个阵容现在的输出 你看一眼就知道 他们现在的输出只有虚空大被添怒 如果添怒的这个大招打不死的人的话 那就只能靠虚空自己一下一下敲 因为剩下的两个大哥位 是龙骑士和这个帕克 龙骑的射程不够 帕克这段时间里面 他的输出也比较有限制力 小巧VT 然后直接秒掉 阿米尔这个位置 这个T给的还是相当的冷血 熊战士跟他一起冲上去了 所以他如果当时直接T了的话 会T到自己队友的这个熊战士 这波打不死了 往右边走了一下 还是很冷静的一个判断 团队经济呢 现在继续保持在1000到2000之间 这个差距全都是在三号位身上 现在三号位的位置上 经济是差了足足2000块钱 三号位的龙骑士目前有8150 仅次于对方的小小 而这个马格纳斯线只有6000块钱 差距还是很大的 PNC这个阶段的一个正面作战能力 还是要强于星辰 星辰这场比赛 帕克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全程看不见人的状态 但是这个不是帕克玩的不好 注意不是帕克玩的不好 是这场比赛阵容就选成这样了 他没办法 又怎么感觉好像是眼下开的雾 感觉好像是眼下开的雾 完了这波星辰要出事 这波星辰要出事 术士直接砸大断后排 马格纳斯定住两个人 熊战上来一顿爆发 帕克第一波技能已经打光了 虚空跳过来以后看看大招怎么给 定住对方三个人 但是呢没有伤害你看 没有伤害 你说这个是他队友打的不好吗 他不是打的不好 他就是阵容选的下 就这种阵容就选出来就白给 你知道大哥完全没有伤害 整个五个人 虚空大助对方以后 只有添露一个大招 还是个单体 他这个大招只要分到两个人身上 就只能算是一个小技能 他这个阵容拿的就离谱 你知道吧 虚空大助 这个就是为什么帕克这场比赛 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原因 你说帕克出去游走去了 边路一个虚空一个龙气室 谁能配合的杀人 不是几个伤害上限就一千点宝把伤害 然后就没有伤害了 很很很绝望 你知道吗 这个阵容他拿的就 我没有不冷静 你知道吗 我没有不冷静 我就是 就是我特别不理解这个 这个阵容拿出来 我没有看出来他的这套阵容的一个思路 他整个阵容里面能够形成combo的就只有这个龙骑士的端或者是虚空的大去配合天怒的一个大招 这是全阵容 这是全队五个人能够形成的唯一的combo 而且这个combo的伤害第一不是无视魔免 第二他的这个伤害上限是比较固定的 我没有激动啊 你们不用不用不用那时候 我没有激动 我只是 稍显无奈 虚空那时候是没有大招的 没有大招的话 先秒对方的术胜 这里 哎漂亮 运气不错 打出来一个 触发了一个雷锤 这波冰龙一个大招定住了虚空 但是好像也没有伤害 熊战士在那边追对方的龙骑士 这个追龙骑士的动作我有点没看懂 我没看出来这个龙 他追龙骑士的必要 熊战士为什么要去追一个龙骑士呢 而且追完了以后还不走 还在那儿打车 对手都死光了 他也不走 在那儿打车 招不起车机 招不起车机 这波又是让星人打回来了 团队经济又领先 回到了2000家 而且虚空和帕克的经济追上了一些 熊战士 单人追龙骑士 然后队友死光了 自己不走 在那儿打车 这可能就是职业选手的判断 我作为解说确实看不懂 我肯定是看不懂的 大家原谅我 好 这边龙骑士开BKB 顶一波直接咚到对方的熊战士 然后这里微光披方踩一手 熊战士这波不打龙骑士了 改打对面开着夹血的小鹿了 漂亮 这个跳刀可以的 这波可以 这个跳刀不拉胯 这个跳刀躲对面虚空大招 这个操作还是很秀的 这个是虚空比较无奈 这边冰龙直接被天怒大招秒掉 秒了以后帕克的这个大招 好像也只拉到了对方的一个冰龙 冰龙死了以后冰龙想到了买活 冰龙现在手里还有大 然后马格纳斯手里也有大 树士手里也有大 熊战士这个跳没跳进去撞墙上了 然后进来以后看到了对方 帕克这边过进来直接给上一个沉默 看看端一手小小 扔过来了一个龙骑士 树士砸大 马格纳斯大招只大中对方的一个帕克 但是顶了一下还行 这波龙骑士秒掉 秒了龙骑士以后冰龙给上一个大招 定住了虚空 而且没有让这个帕克传走 帕克这里赶紧开一个F 树士再摇一个巨变 这样的话看一下龙骑士 龙骑士在没了以后呢 现在正面战场是一个5打4 双方其实买活都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 这波肉身虚空没有大 帕克也没有大的情况下 要进去打可能难度会有点点大 摸带这边过来锁一把CD 对方这里接着打肉身 把这个地狱活往外拉一拉 小路开始加血 进来这个小小小 VT2连加上熊战士的一顿 连拍秒掉 小路被秒以后呢 这波熊战开起自己身的BKB 抢盾拿到了 这波熊战士拿盾 拿盾了以后呢 看一下自己在这个里面 来回绕了三圈 没找着能处及的位置 这个时候再跳出来的时候 对方的背后都被帕克嗅了一波 帕克这块大招 在定一个对方的小小 也只定住了一个小小 完全没有定住其他人 能接着让来端了一点对手 然后开BKB 熊战士这个地方接着追着你拍 熊战士这个地方吃掉奶酪 身上还有一个盾 这个时候盖开自己的大招 再拍一波虚空 小小上来 一个V一个T也扔回来 对方的虚空 马格纳斯在顶走 没有人给输出 自己被对方的虚空直接拍死 然后这个时候看一下 熊战士交掉就是山盾 阿密尔这里还在找人 然后呢熊战士这个地方 又跑去追对方的 追虚空去了 追不上 追虚空追不上 然后小小这个时候又跳上来以后 是选择直接撤退了 没有选择继续往上走 冰龙给对方龙骑士一个大招 然后自己这边被帕克追过来 应该是能杀了 容器是给上一个端 马格纳斯这个波 是被帝哥用帕克开一个F躲掉 这波团队打完了以后 白学家的帕克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那双方团队经济差呢 是拉近到了 就是说 这个保持在1000块 这波熊战士是把这个 魔精也吃了 魔精也吃了 现在山上跳刀 BKB 散尸 下个装备出晕锤 这波团队整体打下来的话 又打了一个五五开 因为肉山盾和奶都被打掉了 但是钱对方还是收到了 所以这样吧 星辰这波打完了以后 团队的经济没有能够继续拉开 刚才熊战士有一个 非常精髓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他拿完了肉山盾以后 他在这个肉山的坑的墙上 一直在蹭后背 我估计可能养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熊这种生物 他在身上养了的时候 他就比较喜欢蹭墙 或者是蹭树 或者是节养 他在那来回蹭了半天 蹭了半天蹭舒服了以后 然后他把自己的攻击对象 定在了帕克身上 这样比赛熊战士想要去追人的话 他自己单人追人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他一定要跟自己的队友去配合 因为对方虚空帕克都有位移 龙骑士很硬 然后小鹿里边开着加血的情况下 他有一个不可侵犯 你只有那连拍那几下的伤害 连拍过去以后就没有伤害了 所以必须要跟自己的队友配合 然后队友帮他提供一手控制 才有可能完成击杀 当然他后面出到晕锤的话 可能还会稍微强一些 咦 我必须要是 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现在基本也是平的 两千块年的差距这比赛快三十分钟了 这个差距就基本等于没有 虚空手里面现在是甲腿雷锤BKB双刀 然后有一个骑士剑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撒蛋 出撒蛋 甲腿雷锤BKB双刀 出出还是不太够 好在对方这场比赛 因为团战拉扯和控制集火完全没有 所以对方的输出显得也不够 两边一波开悟 那么离得很近的位置擦肩而过 没有能够撞上对手 然后两边都朝着对方不在的一个位置去进攻了 觉得对方可能是在下路三角区的位置 但是并没有找到人 小路这里把眼牌了的话 TNC这边应该知道对方的位置了 熊战士雷锤出来 晕锤出来以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A仗 有了A仗以后 这个熊战士在正面团战 可能会比之前要更舒服一点点 刚才这波熊战士 这个背对方是两个人打了一波 不过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魔晶的效果 所以跳一下的话还是可以的 从视野来看的话 这块是有一个TNC的视野 龙骑士上来以后呢 在找人 对方两把跳刀直接开溜 然后高台上面现在藏了一个熊战士 这个熊战士跳出来以后 树是那儿可能就没人追了 这里熊战士开着BKB的情况下 中了一个对方的大招 但是冰箱给出来以后 这边出来 冰龙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大招 马格纳斯大三个 小小上来接一个投掷 这个时候虚空没死 可以还是在激活对方的龙骑士 龙骑士里边被带走以后 在追帕克 帕克这里被打晕 好在是开出了一个法球 直接飘走 对方这个时候熊战士再往上追的话 对方帕克也是挑刀溜了 那这一波的话 就算是星辰损失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吧 两个大哥都没死 这波差一点点 就要让对方打一波五人团灭 或者至少是四人团灭 这块小小看到了对方以后 山崩虽然空了 但是问题不大 还是用利用投掷 再加上自己的平A 然后马格达斯的技能 完成了一波击杀 让下路的一塔告破 这波考战打完了以后 TNC是反超了 一千的经济 加四个人头 前前后后 这波是打了一个零换四 虚空的这个大招 没有办法的 虚空大招 真的没有办法的 他这个大招 他真的不在于 他能大中几个人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场比赛 星辰的这个阵容 你就算他大中五个人 虚空一个大夸的对面 五个人大在一起了 你说他的队友 能大多少伤害 何况刚才的那个大招 大中了这个熊战 就是熊战 还开了BKB 熊战是开BKB 以后队友等于就零输出 完全没有任何人有输出 然后对方这里 唯一的物理输出 对方还有一个 这个冰箱 给抬一手 所以马格纳斯呢 一张TP 发现对方 好像只有一个帕克 这个帕克也打不死了 果然就是取消TP 回头把冰线收了 他说A会不会和查队 一样一轮回家 怎么说话呢 查还没回家呢 这有点过分了 你这个人家没回家呢 你这一上来就 这A队会不会和查队 一样一轮回家 这有点过分了 看一眼龙骑士 这波跳装 装到了对方的一个小脚 小脚转身 BKB开 VT2连打一套 莫奈这个地方 挨了一套VT2连以后呢 直接选择跳走 把血量吸过来 大招定住 小路被秒 冬骑士也被带走 莫奈手里面现在没有大 帕克在后面 呃 刮了半天 然后呢 谁也没抓着 也没刮死人 也抓不着人 哎 马格纳斯这个地方 自己跳到高台上了以后 这是要想反个眼吗 推走 这场比赛 在这波团队打完 一会儿人都说来到 20比14 也就是说 短时间内 呃 这个TNC 打出来了一波 6比0的小高潮 战路2塔拆掉了以后 熊战士现在的经济水 要21000 小脚16100 虚空16900 虚空下一个装备呢 是放弃了出撒弹 还是准备冰了 先选择去出这个冰眼 比较标准的一套虚空的出装 这场比赛 帕克其实反应是对的 他看到这场比赛的这个输出 严重不够 所以选择去补了大根 但是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不太好事 在Radiance bottom tower 而且詹姆斯大佬的五英国拿赏 大说星辰打成这样 DPC怎么夺冠呢 呃 大概是DPC的时候 发挥比较好吧 我觉得可能 应该是DPC的时候 比现在的这个表现好一些 发挥好一些 上一届比赛 DPC他们的成绩也不错的 不太好事 Radiance bottom tower Radiance bottom tower is no more 哎 天阿喵来了 阿喵刚才有一段时间 你那个疯狂疯人是 是什么情况呀 有一段时间连续的疯了好多个人 不知道是是为啥 这一段时间 等会有五六个六七个人 而且就是都是就是 你刚想那刚才有那刚才应该是有人用你的那个 有可能有人用你的电脑或者用你的这个账号来着 你刚才就是连续封了得有六七个人 而且实在就是没有 没有没有说任何这个 违规的这个内容的情况下 我没有骗你啊 我没有骗你 这个你可以问一下三三 因为刚才你你封掉了好多人是三三帮着解封的 他说第二盘是被翻盘了吗 是的呀 没被翻盘就没被翻盘就没有第三掌了呀老熊 哈哈哈哈 A wyvern's bread Radiance Bottom Tower's got problems Dire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Radiance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阿米尔这个地方 看看小小微天连 直接配合熊战士上来一波表掉了小鹿 然后龙骑士这边上来 虚空一个大招给上 术士砸一个大招以后 虚空这个大招打完了以后 等于是零输出 对方的熊战士出来 开BKB刚一波 马格纳斯 这个位置找得准啊 马格纳斯这个位置 正好是对方跳过去的位置 大中两个 这样的话帕克 把自己的永恒之盘合出来 手还是很快 临时合出来一个永恒之盘 苟住了自己这条命 那么冰龙 这块一个大招定住对方龙骑士 小小这边有没有空 小小这边没有 有 山东VT二连打一套 以后虚空跳走 龙骑士被带走了以后 现在正面战场星辰是完全没有输出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结束了 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应该是没了 这边留住虚空 投掷落地摔死 直接带走 虚空没有买活 GG 将恭喜TNC在双方 BOO3的比赛当中最后是让一追二 传说中的这个碾压被翻被碾压的这个剧本又是上演了 这个方面也是很熟悉的一个剧本了 很熟悉的一个剧本了 希望下一次这个编剧能够改一改剧本 好了 我是三好大叔 这个这样的话星辰还是稳定发挥保持了自己的一个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稳定的表现和成绩 不过好在已经是确定了 不过好在已经是确定了TI的直邀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接下来咱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等着下一轮的比赛 今天还有一场中国队的比赛呢 是来自于VG 对手呢 是东欧赛区的霸主VP战队 看看VG能不能够先翻VP往前走一步 因为VG目前的分数不足以到直邀 如果他们在这一轮被淘汰了的话 也就是锁定一个TI的预选赛名额了 只能 好吧 行了 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好大叔 咱们下一场比赛见 么么哒